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问师傅您进心的莫保可以做手机或者桌面的背景图吗 随缘吧 好的师傅 那如果是的话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我觉得没什么 经常看看 经常保持心里的干净 那是最重要的 修心等于没一个干净的心 你怎么修得成心啊 这是最起码的 就像你吃饭 没一个干净的碗 怎么吃饭呢 对不对啊 再好的东西都沉不进去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 根据师傅之前开试 生日大多是双日 考试最好选单日 呃 然后之前师傅有开试过 今年单日站不住 就是上周初的开试 那请问师傅单日站不住 具有普遍性吗 不是普遍性的 嗯 它根据 实际上每个人的生肖不一样 年龄不一样 它选单选双 它还是有讲究的 其实你仔细生活当中分析一下你就知道了 有的时候有的人喜欢双 有的人喜欢单 那么这个人逢双他就顺利 逢单他就不顺利 那么这个年份正好是逢单顺利 逢双不顺利 那么为什么他还是逢双顺利呢 这就是他自己的命 和他所所运作的那个整体的命运 他还是有不一样的啊 具体这个具体的这个命运的那种转向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是自己知道自己的命运 那你就不一定去跟着大趋势跑啊 你听得我听得懂我意思吗 哦 明白 但是我们如果不知道的话 就通过学佛念金球菩萨就可以是吗 师傅 对啊 其实 其实哪一天是好天啊 早上烧香了之后你这一天就是好天 嗯 你土香不烧 你早上 土香不烧的话你这一天就不顺利啊 你烧了香之后心里就安定呀 明白了吗 嗯 好的明白了 感恩师傅 下一个问题 请问师傅小佛台的香燃完之后 如果不续香了 是马上可以铺红布 还是过几分钟再铺红布会比较好 不续香的话最好就是马上铺红布也可以的呀 应该马上铺红布吧 因为你已经香烧完了 对不对呀 就等于用现代话讲等于你电话挂断了呀 你还拿着电话干嘛 明白了明白了 嗯 感恩师傅 下一个问题 请问师傅在观音堂里负责人带领大家集体上香时 同修们是不是全程跟领香师兄一起同步 鼎礼或者客头会比较好 因为有时候一些同修会按自己的这个上香的快慢 来鼎礼或者客头和负责人是不同步的 这个其实没有 比方说能同步最好 不能同步不要勉强 嗯 最主要就是这个同步的这个人呐 他这个领香的这个人 他自己的速度不能适合所有的人 比方说后面有老年人 你嗑的太快老年跟不上啊 对不对呀 嗯 好的明白了 感恩师傅 下一个问题 请问师傅可不可以在手机里面记录自己念了多少小房子的数量 可以的 我觉得没问题的 嗯 嗯 那如果是几个同修住在一起 大家给房子的药金者烧的小房子 可以专门有一个同修去记这个数量吗 可以的 好的 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 请问师傅忧郁症是什么因果 跟前世有关 一般的跟前世经常动坏脑筋啊 嗯 你想想看他前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平常因人家呀 他因人家之后他会有报应的呀 这种报应就是他担心啊 你不要说前世的今世都会啊 你看整天因人家的人就担心人家报复他呀 背后搞人家的人呢 就是忧郁症啊 明白吗 所以现在的人 你说哪几个不搞过背后不搞过人家 不讲过别人不好 所以现在的人为什么忧郁症这么多 对不对啊 嗯 你害怕呀 你讲别人的人哪怕 哪会不怕人家讲他啊 你害过别人的人 哪会不担心人家来害你呀 经常害怕恐惧 那么就忧郁了呀 担心呀 一件事情做的时候 又担心 就是说你的功德不够 所以你每一件事情做出去总是不顺利 你不顺利的话 你就会害怕呀 所以你就 一件事情做出去之后 你就会担心 忧郁 那么就来了呀 明白了吗 乱想 脑子里乱想 感恩师傅 下一个问题 同修帮过世的母亲念了一百七十多张小房子之后 另一个同修对他说你念的不够多 那请问是否 这样的话是否会导致亡人听到之后 会要更多的小房子呢 一般的亡人 我就问你 亡人跟活的人一样的呀 亡人活着的时候很讲道理 他死了做鬼 他也是很讲道理的呀 如果你说亡人活着的时候就不讲道理 他死了做死鬼 他还是不讲道理呀 听得懂啊 明白了 听得懂啊 他不是讲道理 还是根据他前世的自己的性格决定呀 明白了吗 嗯 好 那这个 说你念的不够多 这个童修的话 他会不会动别人的因果呢 碰上了就动了 不碰上就不动了 嗯 你碰上过业了 你就倒霉了 你不碰上鬼你就不倒霉 所以很多事情 人家一生也是这样 你碰上了 你就像现在的疫情一样 你碰上了你不就倒霉了吗 你不碰上你就不倒霉了 对不对啊 明白了 感谢师傅 下一个问题 有些同修家里的长辈往生后 因为子女比较多 大家也不在一个城市或者国家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当地的寺庙里 供奉了长辈的牌位 那请问师傅 这个对亡人会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的 供奉亡人 每个地方供奉 他每个地方都可以去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有两三个地方可以住 你说对你有影响不大 这个住就对他住 好 那对家人也没有影响是吗 没什么影响 好的 喜求一个人 家里有一个人有什么事情的 大家在 家里人在四面八方 祈福给他 你说有影响吗 只会好 不会不好 明白了 明白了 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 梦见去帮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同修 结果不知道自己马上要高考了 去考场发现其他人都提前到了 但是好像他虽然晚到 但是并没有影响自己的考试 请师傅解梦 这个任何的梦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就叫他当心了呀 他在精进的路上 他有所迟疑呀 然后差一点点 就是他目前所做的事情 还不够圆满呀 就是他正在努力的某一件事情 或者求的某一件事情 工作还不够呀 这是典型的 考试考得出来 正好去考试 那就是你圆满了呀 明白了 嗯 明白了 然后他这个梦里的话 是去因为帮一位同修 然后发现自己的话 没有 就是说 没有提前赶到考场 那他最近刚好也是在准备考试的 跟这个是有关系吗 嗯 再讲一遍 对不起 对不起 就是他梦里面是去 因为帮一个老同修 然后呢 自己没有提前到考场 他现实生活中 也是在准备考试的 那这个跟他现实生活中 有关系吗 哦 有有有 受人脱累 哦 就是有点悲艳是吗 当心啊 多念点解节咒 解掉就可以 好的 明白 就是针对这个梦境 一次性 多念一点解节咒 对 好的 感恩师傅 下一个问题 那就是跟菩萨祈求说 针对这个梦境 去念解节咒化解 求不大保佑是吗 师傅 是啊 好好好 感谢师傅 下一个问题 师傅有点累是吗 嗯 有点累 没关系的 你跟你讲吧 好好 对不起师傅 下一个问题 梦见梦见 同修梦见吐了一个丸子 和一些吃的 请问师傅是什么意思 吐出了一些丸子 从嘴巴里脱出来 宵夜 就是 就是他在梦考呀 丸子们一般都是肉丸子 不好的呀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感恩师傅 下一个问题 请问师傅 睡前求菩萨托梦后 没有做梦是什么原因 是菩萨按去这个事情随缘吗 有两三种情况 如果 托梦不给你 有一种 你这个人太坏了 就是这样 还有一种 菩萨 让你随缘 告诉你 嗯 还有一种情况 过几天告诉你 你这里过两天会有消息 并不是你一求 马上当天晚上就做的 你没有功德的人 当天求 当天有时候受不到梦境 我告诉你 从所有 所以所有的同修都告诉你们 就是说以后 你晚上 如果一求 马上就做到梦了 说明你这个人有功德 你要是一求 两三天之后 都没声音 可能过了一个月 半个月才有一个梦境 这个人说明 这个人说明没功德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那还有情况就是说 有些同修他做梦了 但是他可能觉得 克拉球的事情不相关 那是否这样的话 不一定代表不相关的 最好就是说能够 请师父解梦一下 会更加好 因为有时候可能 那当然了 不相关 你以为不相关 你说哪个梦不相关的 你求某一个事情 做出来的梦 一定跟你的梦有相关 师父每一次 帮人家一梦 就是帮人家找到 怎么样能够来 对你求的梦 能够相对应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那师父有一个 比较普遍的规则 就是说如果问 一个事情好不好 如果梦境比较好的话 可能就是 大部分是代表 这个是可以的 有这样的普遍性吗 对 对对对 完全正确 好的好的 嗯 好的 如果你梦见 如果你说 求儿子明天考试 能够顺利 偷上慈悲 如果你梦见 自己买菜了 再吃饭 或者什么样的 求儿子们肯定考上的呀 哦 好的 你说怎么不关系呀 有关系的呀 嗯 嗯 好了 嗯 师父 那如果是像刚刚 您这个情况 可能过了几天之后 才做梦 那他是否也确实 要想一下 跟他几天之前 求的事情 是不是有关系 因为可能有时候忘记 这个梦境 这个梦境非常清晰 一定是 他可以跟他前面 他可以跟他前面这个球的 完全连在一起 只是说他球的不是马上零的话 就是说他功德不够 这个人没有什么功德 没有什么福德 对吧 嗯 好的 好的 感谢师傅 下一个问题 同修梦见观音堂需要同修表演拉二胡 他本来不想 他本来想不需要练习 在台上直接表演就可以了 结果无意间的查看发现二胡因为买了十几年而损坏了 那同修最后说他只能表演朗诵 那请问师傅 这个跟他现在在准备考试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嗯 就是说叫他在温习啊 他过去温习的东西并不是适合他这次考试的呀 这还不懂啊 那二胡就是他过去准备的东西啊 叫他重新改成朗诵了嘛 就是要叫他原来准备的题目重新改了呀 换一个思路去准备考试呀 听不懂啊 好的 好的 感谢师傅 下一个问题 嗯 师傅有次节目说 觉得烦得不得了 是准备过节了 千万要冷静 否则会闯祸 那请问师傅 嗯 这个要怎么去理解呢 做梦啊 呃 师傅节目里面说的 就是说 呃 一个现实生活中 如果说 师傅说 如果觉得 如果一个人很烦 嗯嗯嗯 很烦的话嘛 就是 你这个人已经要闯祸了 开始的呀 我问你啊 嗯 北方说要地震了 它有各种各样的 鸟飞起来了 飞行走熟了 在动了 对不对啊 嗯 如果你今天啊 这个想吵架之前 你是不是火气特别大 火气大到后来嘛 就 开始吵架了呀 听不懂啊 嗯 嗯 那师傅说觉得 烦得不得了 是准备过节了 是不是千万要冷静 否则会闯祸 那是不是我们自己 忍耐过去了 那这个节可能就自己 给化解掉了 否则可能就会 有很大的节 当然了 嗯 这里你要解释一下 过节 不是过生日 生日是这么过节 是过一个节难 结束 嗯 明白了吗 是的 如果 要过节的话 人就会无形当中的烦躁 就想发脾气 就想不开心 因为 窝在肚子里 一肚子起 这个时候 如果你能化解 你当然不就过节了 明白了 感谢师傅 嗯 下一个问题 有同修接到了开示 然后已经发邮件 给秘书处 请示了师傅 这个比较短地的读一下 可以吗 师傅 嗯 读吧 好 嗯 圣无量寿 决定光明王陀罗尼 此咒一切众生可读诵 祈求南无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心菩萨 帮助我激发佛性 激发本性 带来一切光明 一切智慧 一切能量 利益自己 利益世间一切苦难之重 有缘之人 此咒威力巨大 要懂得善巧运用 利益自己 利益世间一切苦难之重 祝他们一臂之力 回到彼岸 这是为师的意思 也是你师傅的意思 广发与众生即可 请师傅开始 他说他说哪位菩萨法的 他说可能是关心菩萨 他没说 其实他讲的这个也对的 因为每个经文都有 这个广发菩提心 广度有缘 有求必应 都有的 每个经文只要你好好念 对不对 每一个经文 你支持一个咒 你不停地念 你照样能够成菩萨成佛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要做一个好人 对不对 但是有条件的 你这个好人 就是从来不讲妄语的 你在妄语上 守得比谁都好 其他的一般 也不破戒 你这个人是不是 就是个好人的 你这个好人 就是整天帮别人的 你这个是不是 是个好人的 但是你这个好人 其他的方面 妄语方面 你都不错 就是但是没有 像人家 谨守妄语 守得这么严 对不对啊 那么你也算好人吧 也算好人 我讲的意思 你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感谢师傅 那同秀他之前 许悦念诵 寿母梁寿 决定光明王佗尼 一般是用来严寿的 那请问师傅 他现在念之前 除了求菩萨 让他能够 严寿啊 救度更多 有缘众生 那还可以加上这个说 帮助他激发佛性 激发本性吗 师傅 激发佛性 你没佛性 你 你会念经的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师傅 最后关于声闻的一个问题 在观音堂 我们读声闻纸上的内容后 要念诵 欺骗大悲咒和欺骗心经 那请问师傅 这个时候 声闻的纸是放在佛台上 比较好 还是可以拿在自己的手上 或者放在拜见上 声闻纸 对 劝导 改名声闻 放在自己手上 念呀 念完了 这个时候呀 放在 你可以放在 放在佛台上 也可以的呀 哦 好的 那如果同时有小房子要烧的话 那个税序的话 是先烧 改名声闻 还是先烧小房子 改名声闻 先烧小房子 都可以 但是最好我们先烧小房子 化解冤结嘛 去除业障了 然后再烧声闻的话 不是更好吗 哦 对呀 好的 好的 那感恩师傅 弟子的问题 今天先问到这里 同修自己 也让自己背 不让师傅背 然后也请师傅 加持弟子 现在这个事情 能够顺利成功 弟子能有更多的时间 救度众生 年轻修心 然后我自己 也让自己背 不让师傅背 请师傅保证法体 师傅再见 感恩师傅 好 再见 喂 喂 你好 师傅你好 感恩宝的答案师傅 师傅您稍等 我调一下问题啊 如果 同修者 那个 油门罗杆菌 这种病的话 吃什么药 念什么经 比较好呢 叫他赶紧念大悲咒啊 除了大悲咒以外 还有什么别的经文吗 师傅 你以为啊 我就举个简单例子 大悲咒就关心 不再保佑呀 消除他身上这种病菌呀 就等于 他的身上的一切灾结啊 就是先让他们离开啊 通过大悲咒 听得懂吧 嗯 条理是第二步 第一步是念大悲咒 先把身上的这个这个灵性啊 让他们先离开 然后再慢慢调理 一般的小房子的话 就是起这个作用呀 明白吗 你说说看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好吧 你比方说你伤风咳嗽了 你先吃咳嗽药 还是吃伤风药 还是吃伤风感冒的药 抓到病根 我讲话你听得懂吗 嗯 是是是 感恩师傅 请师傅解个梦 同修梦到参加了某地的法会 当地一公帮忙安排交通 一公给了两张票 师兄看了说 费用需要四千多元澳币 同修说这么贵啊 换算成人民币两万多了 同修脑子里出现 如果不买票就不好回去 旁边一位师兄说自己买票会便宜一些 但是同修他们不太懂当地语言 后面有大发车来接 显示要五十元钱 同修说这么贵 看能不能自己订吧 请师傅解问 这个 这个就是功德呀 讲的 全是讲的 钱的啊 讲到什么交通费啊 都是你的功德呀 因为功德是 就是运送你能够增加能量的一种工具呀 你一个人想增加能量 你没有功德就不行呀 所以一个人的功德要全面的话 就是又要行做好事 对不对呀 学大行 普贤菩萨的行 行愿 然后呢 又要关心菩萨的大慈大悲 对不对呀 广度永远 所以根据大菩萨学 这些都要跟进的呀 明白了吗 同修一开始 钱比较贵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嫌的修行难呀 听不懂啊 哦 你说开始的时候修行难不啦 人家在玩呢 你也要建筋了 对不对呀 人家吃吃喝喝了 你要烧香了 人家在外面花天酒地了 你在家里苦修了 你说难不啦 难 有位同修之前梦见有人 叫他名字是文明爵 后来一段时间 这个名字一直在脑海里出现 请问师傅 这位同修是不是要改这个名字呢 不要改 上辈子的名字 很多的 上辈子的愿解来找他 就叫他这个名字 所以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 上辈子的名字 他改了 改了之后更倒霉 要鬼就直接天天定住他要 这位同修之前的名字 也是师傅帮忙选的 他有一个名字是和五蕴 那个蕴是同音的 他觉得五蕴接风 他不能在五蕴中红法 五蕴 是我们所看见的物质受想形式 都是在内心的行为 所以要注重修行 他觉得在五蕴中 宫法修行是很难脱离 这个时候能对他开始几句吗 根本不是这么讲 你是一种表面现象 你名字当中有个蕴 你就蕴不好了 你怎么不说这个蕴 会给你带来幸蕴啊 幸蕴也是个蕴 苦蕴也是个蕴 对不对啊 这个东西蕴 只是说一种蕴做 蕴转 五蕴也好 召见五蕴 叫你脱离苦难呀 五蕴接空 就是脱离更多的苦难呀 那你要脱离的话 你总要脱离它吧 那么你这个蕴 到后来空蕴 对不对啊 就是完全是空的了 你已经把这个蕴啊 变成空的了 那么这个空的里面 就可以装智慧 装佛法 可以装很多很多的佛的 那个理念啦 那种般若啦 那么这不至于是件好事情吗 对不对啊 否则的话 这件事情就是件坏事情呀 你要是脱离不了五蕴 你就被六成所染了 你脱离了五蕴 那你都是 里面都是铺下的东西的呀 那你不是解脱了吗 明白了吗 嗯 感谢师傅 师傅开始问 男女同修不要一起共修 网络上共修也不行 那么男女同修在微信群里 读送白话佛法 是否可以 他们这个 讲师傅说这话 他们是有偏差的 实际上师傅没有受过 不可以一起 就是说你只要 你只要没有 你只要不要 有这种男女的色爱了 情爱了 你做什么都可以 你如果干干净净 你为什么不可以呀 问题不干净了 你就必须要躲开 听得懂吗 你已经往这里杂念纷飞了 你好像每一次共修 一定要这个男的在 你就开心 每一次共修 你一定要这个女同修在 你就开心 你还不如分开呢 否则影响你的修心的呀 控制不了自己的色心呀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有位同修 他梦见 自己在师母所教学的关系里 师母和这位同修说 你去你父亲那里学习吧 这位同修知道 父亲指的就是师父您 然后这位同修很感动的 流着泪 走出教室网楼梯上走 请问师父 是不是这位同修 距离去师父身边 越来越近了些呢 那当然了 越来越近了呀 好 当然是 师父您以前录音中开始过 天上下来的人一定要干净 师父不会对全世界 所有所有都有这种要求 也开始过 肉体不干净的人 灵魂一定不干净 有位同修 这次也梦到了类似的信息 梦里有个男的告诉他说 天上下来的人 必须清修 否则回不去 请问师父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呀 就是说你的身体 曾经不干净 你从此以后 不做那种事情的 你清修了 那么过去的可能就是 既往不咎 但是有业障还是要还的 要受报的 但是你如果 从此以后 这方面没有做了 你可能就 躲过很多过去的 这方面的结 你想一想啦 我举个简单例子好了 你说看这个身体这么脏 你的灵魂怎么会不脏啊 你说说看 一个讲的不好听点的 一个强奸犯 整天脑子里想着 过去曾经做过强奸犯 你说他强奸的时候 脑子坏不拉 是不是恶人了 那你们现在身体很脏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 是不是被人家骂色鬼啊 那你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脏才做的了 因为不会很干净的时候 所以这个就是说 怎么样身体不干净了 人灵魂曾经不干净 就是身体现在从此不做了 你的灵魂才会永远干净 你明白了吗 嗯 感谢师傅 这位同修之前是一个月 一个月许清修 梦到提醒不够圆满 后来许了终生清修 就梦到穿上比丘尼僧衣 请师傅开始想 穿上僧衣是真的吗 这个人已经在 已经在冥冥之中已经出家了 他必须守 守法师界的 就是守那个沙弥 沙弥箭 正常同修要求要高一些是吧 要求高 他不能像这种孩子以后 都不能擦香水啊 不能睡高广大床啊 还不能看那种音乐舞蹈啊 都不可以 按出家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是吧 对了要求高了 就是告诉他了 你仍然在天上已经穿上生衣了呀 好 感恩师傅 同修梦到去世的岳母又生孩子了 而且生那孩子比正常孩子要大一些 请师傅接梦 他现在孩子的命还没还完呢 赶快给他念小黄 同修还得念 打开孩子 他现在 现在命还没还完呢 好 感恩师傅 同修之前在观音堂值班 有人梦到他有不如理不如法 观音堂负责人就让专门人负责 佛台事务 但是这个同修老是喜欢上佛台弄东西 请师傅慈悲开始 这班人员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呢 很简单的 跟他说 一次 两次 三次 第四次再弄 请他不要来了 慈悲 也要看点 对不对 地藏王菩萨这么慈悲 到地狱去救那种罪灵 也是救那些 救那些 到现在还有一点佛性的鬼 还是有一些灵 就是能够有佛性的 还曾经做过善事 是救这些人的 不是说 救那些恶的也救不了的呀 他已经彻底的 已经变成一个恶魔了呀 听得懂吗 是 请师傅帮忙解一个字 贵人的贵字 为什么的贵字啊 不是 贵 贵人的贵啊 对对对 贵人的贵啊 看见没有了 怎么样叫贵人呢 什么事情不偏不倚呀 你看在当中看见没有了 顶上就是个忠呀 忠庸之道呀 忠庸之道呀 对不对 看见了没有了 上面跑上了一个忠庸之道 割一层板 对不对呀 对任何事情不要有兴趣 就割一层板 不要有欲望 明白了吗 下面一个宝贵的被子 宝贵的被子什么 一个人呐 待在家里呀 头上掏个紧箍咒啊 你这个人就贵了 人家就不会讲你了 人家不讲你 是不是你就贵了 变贵人了 嗯 好了 是 是 没说啊 我说 宝贵的被子是不是下面人了 是是是 人躲在家里 你不就贵了 你经常跑出去 先看看先看看 女人躲在家里吗 贵夫人呀 跑出去吗 小丫头呀 外面乱来吗 女流氓呀 哈哈 嗯 嗯 是啊 师傅 嗯 有时候贵人 给予我们的帮助 我们却置之不用 是我们自身的福度不够 还是与这个贵人缘分浅呢 比如我们 都有 都有 嗯 嗯 是吧 你不用 你不用你 你还是里有的呀 你用完了就没了 我举个简单的意思 你今天有点体力 你没用 嗯 代表体力没有了 还是有的呀 嗯 那如果 说 我们遇到师傅 师傅是我们难得的贵人 那师傅给我们 开始指出我们的毛病问题 我们听不进去 那这是我们 跟师傅缘分 还是自身福度不够 不是原分问题 你福度不够 福度不够 福度不够了 我举个简单的意思 嗯 一个 一个学生到学校里去上课 老师跟他说 他不听 或者听不懂 你说他是不是 学习的基础不够了 好了 那从我们学服上来讲 就是福度不够呀 没有道德水准的人 怎么能听到高僧大德讲啊 对不对啊 师傅就开始一个问题 有位同学发信 注印了一批小房子 但是他可能是书不大意 心经他是47遍的 少了两遍 他这个用 如果比如我用了 我没注意看 我也就按照那个点上去了 发信印书的师傅和我 都得 是不是需要 念礼服和忏悔呀 他印错了 对 他印错了 我用的时候我也没注意看 如果 如果问题要看问题大小的 印错多少 怎么样印错的 都要知道 因为他就是 本来是49 大神的心经嘛 他念成 印成47遍 少了两个圈 你画上去不就得了吗 如果之前我们 你要是前几张已经烧掉了 没关系的 跟菩萨讲一下 以后再多念一点可以是吧 对啊 你要是不够的话 你再补呀 你要记住 有的小鬼 鬼很小气的呀 谁叫小气鬼呀 是 是 你少一遍两遍 他盯住你呀 嗯 他还叫你赔 是 还不走 他就因为你扫两遍 他就不走 因为你 你错呀 不是他错呀 明白吗 嗯 对啊师父 嗯 师父 结两个梦啊 同修 每次梦到张二师兄 现实中 同修就会跟张二师兄 起争吵 请问师父 这是因何原因呢 就师父慈悲 前世啊 前世就是冤结啊 见到他就讨厌 见到他就讨厌 对不对 那这里还是念厌 见到一个人 见到一个人很喜欢 就是缘分 见到一个人很讨厌 也是恶缘呀 哪来喜欢 开心啊 就是上辈子的缘分 你要是没有上辈子的缘分 在里面 对不对呀 这个全世界 怎么会有这么多婚姻的了 有的 有的男人难看着臭钥匙 这个漂亮的女人就喜欢她 有的 有的女人难看着臭钥匙 恶婆娘一样 有的帅小伙子就喜欢 对不对呀 跟她在一起 被她骂了还在被她笑 这个死鬼 通修早上梦到 师父对她说 你和张三 合二为一 张三很聪明 但是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现实中 做梦人之前叫张三 现在改名字了 也没有结过婚 也没有夫妻之事 请师父辞别解梦 做梦做到她什么 杀人啊 师父对这位同修说 你和张三 合二为一 张三很聪明 但是杀死过自己的孩子 现实中 做梦人之前叫张三 现在改名字了 也没有结过 那没办法的 就是张三 就是她 她过去有12月的 到了一定的时候 会有人来搞她的 弄死她 因为弄死她 你上辈子杀人的话 这辈子死不一定是死在 被你上辈子同样的方法 比方说你上辈子用刀死 你杀死活人 你这辈子来还的时候 人家写封信就把你弄死 听懂了吗 听懂师父 梦理师父对这位同修说 张三是很聪明的 但是现实中 这位同修是不聪明 学习很费劲 很费劲 要看她几岁的呀 小的时候 男孩子都比较费劲了 都比较不聪明 这位是女孩子 同修正在 一到初中 一到初中 到高中 到大学 啪啪啪 成绩马上就上去了 听得懂吗 不能看她一时的呀 聪明不聪明 要看她的平时的 做的事情的呀 给她拿开始批得不得了功课不好 但是她大起来做企业家了 对不对呀 对对对对对 学习好多个一天能有出息 学习不好的人做企业家做得很的 她雇佣的全是博士呢 对不对呀 是是是是是 都给她打工的 嗯 啊 没办法 嗯 同修梦见天上有两条 像龙一样的黑色云 师父也在旁见 同修问是什么 师父说 是两条龙 黑色的龙 请问师父 这是什么意思呢 白龙 黑龙 都是龙 天龙 地龙 也是龙 凡是有龙在 那么 就有护法在 你就要记住 有龙在就有护法 地龙管地 天龙管天 分工不同 听懂了吗 嗯 都是好事 嗯 啊 好事 你说坏事 对你来讲就是坏事了呀 你说坏事的话 他黑龙来的话 就是来跟你算账了呀 你做好事 他来骑血你呀 明白了吗 嗯 是 同修梦见妈妈在田里 种了西瓜羊 在田上有一排 有很多马黄卵 一窝一窝的 同修看见妈妈在拿铲子 铲马黄卵 同修跟妈妈说铲子 放的盒子 不算杀神了 他妈妈不继续铲 妈妈 马黄上 是个解梦 做梦啊 对对对 做梦 要宵夜呀 马黄产的话 皮肤啊 有癌细胞啊 哦 这个同修的妈妈是吧 大 癌细胞 皮肤癌 这铲东西就是在削 叫它赶紧啊 叫它赶紧啊 叫它赶紧要吃药了 多吃点 多吃点 鲁笋 抗癌的 鲁笋抗癌的 嗯 好 最后两个梦境师傅 同修梦见 同伴一起走在路上 看见路上和天空都有彩虹 很开心 往前走就看见 前面有黑色的很浓的雾 人在黑雾里都看不见对方 同修说 我们手拉手往回走 为黑雾吞噬 然后 同伴共五人 手牵手 回到了同修梦的住所 请师傅解梦 啊 这样不懂啊 外环境非常不好 只有靠在几个人一起 才能战胜这次的外环境 对他们的侵扰 哦 这样是吧 嗯 嗯 嗯 鲁笋就是外环境呀 明白了吗 外环境不好 好了 好了 好 赶紧师傅 今天赶紧师傅 好 自己多保重啊 嗯 赶紧师傅 赶紧师傅 嗯 好 再见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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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你好 你好 师傅 这个师傅 请啊 师傅 你好 你好 自己的业障 自己被师傅 想给同修问几个问题 嗯 第一个 同修问 他是素宝宝 刚刚才 八个月 嗯 因为他 许愿只吃全素 鸡蛋也许愿不吃 他问素宝宝能吃鸡蛋吗 鸡蛋 鸡蛋你可以 小素宝宝的话 你可以吃的呀 有的吃素的人 可以吃鸡蛋的呀 听得懂吗 嗯 但是问题 你以后 等素宝宝等你 以后各方面 营养均衡 比较好一点了 以后再不吃 也可以的呀 明白了吗 嗯 好的好的 师傅 好 嗯 还有一个师傅 我想问一下师傅 牛奶啊 乳酪啊 都可以吃的呀 这种对身体 都比较增加 这个这个这个 有这种啊 脂肪啊 还有这个 斩固醇啊 都有的呀 嗯 好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开始 谢谢 嗯 师傅 第二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师傅 师傅 每次看图层 师傅 就会一言道破 这个是天上的仙人 那个是天上的仙女下坏 这个就是说明 他们是就是 没有人回过 就直接一次下来的 是不是 哦 好几次了 我看着他 最前面的 也是 哦 也人回好几次了 嗯 有的人 有的人天上下坏了 天上下坏之类 在人间 人了好几次了 后来上都上不去 你擦呼 但 但有的菩萨 人回了很多年 很多 几千年 几百年 但师傅 他也上不去了呀 对呀 你要是 你要在这轮回当中 要一直脑子很清楚的 你要是不清楚的话 你造业太多 你上不去的呀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好吧 你一个人生出来 对不对啊 你从哪个家族生出来的 这是你的根基 对不对 嗯 那么你一会儿又到农村 一会儿到城里 一会儿又被人家捧着来 怎么样 一会儿又被人家弄着来 怎么样 反正你在轮轮回回 那么你叫我看你这个人怎么样 我一看 哦 他的爸爸妈妈是什么 哦 他原来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都不是看你原籍呀 嗯 是不是看你原籍的 对对对 那现在都是看原籍的呀 你原籍什么地方来的 然后有的人天上来的 天上来的怎么这么坏呀 是啊 在人间轮回了 坏掉了呀 但有的菩萨下凡 就像佛下凡 但他们下凡很多次了 就像几千年了 是不是轮回就找不到自己家家 师父要看 就不是一眼就看图 你看下来要看 他的根基要看 跑很远才能看上去 看得到的呀 看得到他是菩萨下凡 但是他现在已经烂得一塌糊涂 根本不像菩萨了呀 所以你就不讲了对吧 就不讲了 有什么好讲的了 对对对 有的人叫我看 师父我钱是什么 我怎么讲啊 现在坏得来这个样子 你还钱是什么了 你钱是什么都不是什么 你能什么 你做的了什么 你什么是什么 你是什么 对对对 感恩师父 师父啊 想问一下师父 同庸做了一个梦 在8月4号 师父生日那天早上 师父的法身 到梦中 说 就指着这个同学 来来过来跟看个头疼 然后呢 师兄就讲他 哪年哪年生 然后师父就说了一句话 就说 你24年 你身体是那么的干净 就这一句话 师父这什么意思啊 是代表他要念 24年还不懂啊 24岁之前啊 听不懂啊 就是说你24岁之前 你的身体是那么的干净 你25岁开始就不干净了 乱搞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听不懂啊 但他现在不是 他现在很大了呀 是很大 哎呦 全世界人都听得懂 就这你听不懂 你现在65岁了 我说你24岁之前干净 我懂我懂你 没脑子 是不是脑子 是不是脑子有点水肿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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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我跟你讲 师父我跟你讲件事 就是在几年之前 我在听呢 我在听水肿讲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师父太悔 对不起 师父 讲啊 在三四年之前 菩萨在梦中说 告诉这个同修 七十三岁 他就会走了 然后呢 现在师父在 说这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后 你就 你的身体那么干净 然后他加上 他的岁所 真是七十三岁 是不是他二十四年 就走了 是这个意思 想问是不是 他现在干净的了 现在不知道 不干净的呀 讲的他二十四年 多么的干净 二十四年 我已经跟你讲了 你还不要 把后面 跟后面去接 我就跟你说 他二十四年前 很干净的一个女人 嗯 对对 二十四五岁开始 就乱七八糟乱来了 破碗破摔了 感情出现 裂痕之后 就到处去交男朋友了 听不懂啊 懂了懂了懂了 感恩师父 你还要我帮你看毒疼啊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我懂了 你现在觉得 你现在觉得水肿好一点了 不了 吃点二十七零 飘腫了 飘腫了 好了 感受感受 然后这位师兄 很想到师父 呃 师父 东方台 去帮师父 弘法 他就上香师父 问菩萨 将来是否有机会 到师父 身边 去帮师父 做事 然后梦中 就告诉他 有人告诉他 四年以后 有机会 他就 他一想 那四年以后 就很大了 能不能请师父 加持他一下子 早点到师父 去弘法去 嗯 说师父说什么 师父说什么 就是 梦中有人告诉他 十年以后 十年以后 他一想 十年以后 就很大了 年纪了 就请师父 加持他一下 能早点去 帮师父 可以的呀 好吧 你帮他讲 让他好好念经 其实加持什么 加持呢 有自加持 有他加持 他加持 人家给你加持 对不对呀 有自加持 就是师父给你加持 加持他都有 能量不一样的 每个人都有能量的 好吧 第二个问题 对不起师父 他是现实生活中 他有人欠他很多钱 他就许愿了 十万变结兜 一万变心金 然后每个月 他是依照化解 冤结的组合 他今天早上做梦了 就欠他的钱的人呢 送给他一个 很漂亮的钻石手镯 他有几条 钻石手链 请问这个梦境 是代表冤结发解疗吗 还是代表 还有他 放他的钱了吗 梦境什么了 梦境手镯啊 梦境的 就是借他的钱 送给他的手镯 钻石手镯 钻石项链 项链 项链 那就是好事情 一般在梦中 找到那些 金银手势啊 七宝啊 这些都是好事情啊 听得懂吗 过去佛经上 不是经常讲的 对不对 七宝啊 对不对啊 金银流离啊 就像这些东西 在梦中出现 都是说你现在 做的某一件事情 很顺利啊 有人帮助呀 明白了吗 对对对 师傅 请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灵性 就是人死掉的 变成灵性 跟他活着 活着的时候 他那个自身的 他那个素质 和他的修养 这个有关系吗 就是像他死掉 过来变成灵性了 会一直会 他生前素质很高 他死掉了 不是灵性了 但是他跟他生前 那个关系有关系了 然后他死掉 会一直来 不好意思 会到活着 一直在要金啊 会的会的 他知道了很多事情 他不好意思来了 他比方说 他开始不知道 比方说 你跟他是 前世是母女关系 但是呢 这辈子呢 你们是夫妻关系 等到他死掉了之后 他就不好意思来找你的 哦 对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还有 还有个师兄说 问师父 他梦中老是做梦 梦到很多 就是 以前过去的那个钱啊 就是那铜板啊 过去的钱很多 做梦很多很多 这个什么关系啊 哦 那他是前世 他前世 他前世一定 一定是 有好几世在投胎了 投胎了很多钱 都是跟铜钱有关系的 说明他像他这种人 还是有点钱的呀 就是有富人家投胎呀 继续轮回呀 哦 说明他也是个财迷呀 哎 上辈子肯定是个财迷 这辈子还想着上 这辈子钱弄不到 就想着过去骨钱币 哈哈哈哈 这个好像跟你的毛病有点像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哎 叔叔 哎呦 我经常做梦做梦 很多鱼 那大鱼 就像连鱼很大很大的 还有那个杀鱼 还有很多鱼 那都抓不到 我一直抓就去抓很多 还有还有 哎呦 哎呦 那你厉害咯 哎呦 你如果这样的话 你能抓到鱼的话 说明你这个人 这个力很厉害的 就是说你的钱财运很高的 嗯 很多鱼 就从上流往下流 好多好多鱼 你自己想想嘛 你这辈子有没有钱 没就知道了呀 是现在 还算有点钱 现在 现在如果钱 钱没有的话 是你过去抓鱼 你现在抓不到了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现在天天想做梦抓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还有一条鱼 从那下里也流下来 我就抓到蓝 你记住了 你要拿回家 我告诉你 做到这种鲤鱼 大的鱼都是大的丰收 就是说你的事情也会顺利 钱财也会多 明白吗 不要太小气 有点钱太小气的话 鱼就找不到了 我告诉你 哈哈哈哈 对小鱼了 哈哈哈哈 那梦中还有一条鱼 我说鱼 嗯 你说 鱼啊 鱼水不够了呀 因为你抓不到鱼 就是鱼的水不够 水到哪里去了呢 都到你脑袋里去了 哈哈哈哈 变酱谱了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好了 不跟你搞 师傅 不对 师傅 那个上流 还有一个狗 说那个上流 往下流流 流下来我就抓到了 晃到我篮子里 像带回家 养那狗就逃掉 就跑掉了 那个狗就是朋友 走掉了 是这个意思吗 朋友朋友 狗就是朋友 嗯 就是过去有人 来来来来给你钱啊 或者来跟你一起做生意啊 或者让你赚点钱啊 赚完钱他就跑了呀 哦 还有 好了好了 还有件事 就像 很多人现在拿政府这个钱 这个算偏财啊 哦 这个 这个该拿的钱 他也不算偏财呀 该拿的钱 对不对啊 他们政府 政府如果给你钱的话 那是国家给你的呀 那是你自己的不分呀 你自己的不分呀 也不算什么偏财了 那这个假设拿到偏财 算不算不算好 算好还是算不好 偏财也没说不好 偏财运的话 也不是偷来抢来的吧 偏财好像 没有业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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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你的 我那会 好了 感恩师傅 你说你是感恩师傅 你18个问什么啊 问到现在还要问啊 我想分享一个小小的事情 很想分享一个小小的 然后我想分享一个小小的小事情 给大家听听 给师傅听听 好不好 给我两个 快讲啊 师傅我因为我的女儿 儿子他们就是拼命上网打游戏 哎呦打的 又打的都着迷不得了 后来我就菩萨 我就给菩萨许愿 许愿给他们自修经文 薪金一万遍 然后出下来是三十六张 三十七张吧 然后呢许愿给我女儿 许愿了一百零八张小房子 许愿了放生一千条鱼 然后呢鱼放生放完了 小房子烧到一半了 然后她那自修的经文 烧掉十几张 然后女儿真的游戏不打了 然后五天没有碰那个iPad 不打游戏 我问她为什么不打 她不想打了 就没有那个念着去想 不想了 是不是这个非常好 所以我就 恭喜你啊 这就菩萨帮你 菩萨帮你这个 帮你加持孩子的呀 是啊 她还真着迷 真吓人了 我跟你说 我告诉你 有一个女人非常 过去有一个历史 有一个女人非常好色 结果她自己修行之后 但是她的生理啊 心理啊 她都是还是这样 结果她就拼命求菩萨 她说她也不怕难为情 就跟菩萨讲 她说我不要这样 菩萨你帮助我帮助我 到了最后啊 她看见这种东西就恶心 看见这种东西就恶心 就像很多人 吃荤一样的 她求了自己要吃素之后 她看见这些东西就恶心 荤的东西肉 一模一样 这就是菩萨给她加持了 听得懂好吗 听得懂 那是 答案是 师父我现在有许愿了 五万年解节奏 加一下解节奏 然后发解她 不要玩手机 她手机还在玩 玩那个抖音 就发解她 玩手机这个愿解 让她能热爱读书 发解这个书这个愿解 这样行不行 都可以讲 可以讲的 天员求福 好了好了好了 非常感恩师父 爱你哦 自己的业障 要做吃饭 做睡觉 非常爱你啊 感恩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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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辛苦了 拜拜 再见 你好 哈喽师父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地址给师父和关心佛萨 请安 请师父保重好身体 祝师父 法体安康 红法顺利 救度有严重伤 小宝宝好了 小宝宝好吗 宝宝好 耶 还可以 很好 师父 我可以分享 分享吗 好 你讲吧 请师父 休息一下 我比较慢 感恩 大慈大悲 祝福 祝能管道灵感 关心 菩萨 摩和萨 感恩 十方 三世 一切 诸佛 菩萨 及龙天 护法 菩萨 感恩师父 今天我学习 关心 菩萨 千手千年 救度众生 献身 说法 请大慈大悲 关心 菩萨 和师父 持悲 加持我 分享中 如果有不如理 不如法的地方 我自己业障 自己悲 不让为我 转播语音 分享的台前幕后 默默付出的所有义工们 不让师父 不让聆听的师兄们 感恩 关心 菩萨 感恩 师父 感恩 大家 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 学佛让我 事事顺意 分享一 学佛让我 成功找到 如意 郎君 还 赐给我 一个健康 活泼的 素宝宝 感恩 关心 菩萨 感恩师父 让我有机会 学习心灵法门 心灵法门 让我的身体 转好 学佛 之前 我有沙液 让我每天 都有皮肤痒 肠胃不好 和其他身体的毛病 学习心灵法门 念经之后 我的身体 慢慢的好转 我知道 我在人间 做了很多 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导致我身体 不好 对不起师父 对不起所有的菩萨 弟子真心的忏悔 请师父和菩萨 原谅弟子 感恩师父 和感恩 关心菩萨 让我有缘分 找到心灵法门 我很感恩 关心菩萨 让我在学佛后 找到一个 好先生 他不抽烟 不赌博 不饮酒 是一个非常善良和 喜欢帮助众生的人 他也是学习心灵法门的 结婚后 因为我的身体不好 很难怀孕 很可惜 之前怀孕后 我流产了 我知道这是 因果报应 流产后 我赶紧念经 念经文组合 还债 这期间 我运用四大法宝 念经四百张 经文组合 放生一千两百条的鱼 也非常感恩 师父 给我看了图腾 加持我 每天功课外 至少念通经文组合 三至四张 也坚持在全力送读白化佛法 通过自己诚心努力 去践行佛法 过了几年之后 我终于再次怀孕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赐给我一个健康的素宝宝 在怀孕期间 我有见红 有次 我做一个不好的梦 梦到孩子 在怀孕期间 心跳停止 我立刻 跟菩萨 许愿 终生不吃 整个鸡蛋 孩子出生后 现身说法 一定培养孩子吃素 在菩萨的保佑 和师父的 加持下 宝宝终于顺利出生 出来时 宝宝身上很干净 不像一般的婴儿 他身上几乎没有血迹 我吃 我吃全素几年了 宝宝出生后 我全母乳 补育孩子 许多护士都说 我有很多母乳奶 非常幸运 我知道是菩萨 保佑我和孩子 感恩菩萨 分享二 菩萨保佑 对接种疫苗过敏的宝宝 在新冠医院 打针时平安度过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让我的孩子在今年七月份成功注射疫苗和度过了新冠冠状病毒COVID-19 也感恩师兄们在当天帮助我念大悲咒给我的宝宝 我的孩子在2020年4月23日打疫苗40分钟后阴倒 他突然失去知觉 10分钟后救护人员立刻到达家 在他的腿上插入针来检查他的血糖 我和家人一致求 观世音菩萨保佑孩子 希望孩子能立刻醒过来 感恩观世音菩萨和所有的菩萨保佑让孩子晕倒13分钟后就醒过来了 这是宝宝第一次打疫苗 晕倒 以医生说100万个婴儿里只会有一个有这样的病例 我们原本是在附近的医院打疫苗的 经经医生建议下一次要预约去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去打 然后我每天求菩萨 希望宝宝能够顺利在7月份打疫苗针 当时这里的疫情还不稳定 我们1月6月23号早上到医院去打预防针 22号为宝宝放声和念诵经文 还画了小房子 6月23号早上 陈同修还帮我告诉另外几个同修帮我们祝念大悲众 感恩陈同修和各位祝念大悲众的同修 也感恩我的婆婆为宝宝祝念大悲众 从早上一直到中午 宝宝打针是在12点15分 过了半个小时后 宝宝只是晕了几分钟 一切都很平安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祝苦救难 广大灵感官 信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所有的菩萨 感恩师父 和感恩所有的师兄们 当时我们不知道 这个医院已经有病毒了 一个星期以后 这个医院报告了医护人员7例 我们每天都关注新闻 当时有一点点担心 那些天每天帮孩子送经 每周三张小房子 两个星期以后 宝宝和我们全家平安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祝苦之难 广大灵感官 相信菩萨摩合萨 感恩所有的菩萨 感恩师父 和感恩所有的师兄们 让我们躲过了一劫 我一定尽量培养我的孩子 好好学佛念经 帮助众生 我希望更多的人 能学习心灵法门 学佛念经 真的能够改变命运 请求菩萨保佑大家 希望我们能够身体健康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如果我分享当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恩师父原谅 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和隆天父法菩萨原谅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地主 感恩大家 分享完了 因为你许愿了 所以你今天一定要还愿 对对 因为没有法会 所以要新成则灵 对菩萨要新成 OK 对 师父 我有一个问题 请问师父 我可以给树宝宝吃鸡蛋吗 树宝宝鸡蛋可以吃的呀 可以吃的 可以 但是以后 慢慢长大了之后就不要吃了 现在小的时候还可以吃 小的时候可以吃 到几岁 看吧 看 到时候身体好一点的 一般的五岁到八岁期间 都可以 任何师父都可以 好吧 感恩师父 请师父等一下 喂师父 哦 如意郎君来讲话了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地不跟您讲了 如意郎君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感恩菩萨 因为呢 最近呢 就是师父讲过 就是今年是我的本命年 然后呢 又改上我 今年三岁岁 正好也是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能叫我躲过一个关节 别看就是摔伤了一下 但是 菩萨已经帮我大事化脚了 真的是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你以后要多多多的度人呢 还是要多多度人 是 是师父 好吧 好的师父 电话也可以啊 网络也可以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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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师父 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 感恩师父 师父再见 师父保重化身体 师父再见 再见 再见 你好 师父好 弟子别师父请啊 你好 师父好 弟子别师父请啊 听得见吗 师父 听得见 听得见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父 师父 如何治疗脑子进水啊 师父 你怎么知道的 有时候那个师父讲 你说是医学 你说是医学上的 还是 还是这个 这个形容 形容在智慧上面的 智慧上的 就是有时候 智慧上的脑子精神 就是 这个人的脑子不拐弯 这个人 这个人 对什么问题 都不重视 听得懂吧 你一个人 对所有的事情 都不重视 不认真 这个人就像脑子精神一样 就是 泡了 就是泡了 人家说 人家说泡坏掉了 你说什么东西 泡了时间太长 就收掉 酸掉 坏掉了 脑子也是这样的 你脑子水太多的话 你就脑子就坏掉 坏掉的意思就是说 你很多问题不认真 不严谨 不去经意求经 你这个人脑子肯定进水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思维开识 那有好的方法 你说一下 开智慧啊 念心经啊 然后呢 学啊 自己经常觉得自己愚笨的人呢 就要学啊 就是学菩萨呀 学那个智慧啊 师父白话佛法里面都是智慧 对 白话 白话佛法呢 这些智慧 够他学的了 明白了吗 对 对 看师父怎么对人的 对不对呀 看菩萨怎么对人的 菩萨是慈悲对人 对不对呀 那你就慈悲咯 你一个人慈悲 菩萨叫你们怎么慈悲呀 要喜舍呀 慈悲怎么要喜舍的呀 那你这个人又不开心 脸不板着呢 又不肯舍去给人家的 那你这个人不慈悲 不喜舍 你说你怎么成佛 你这个人怎么得人家喜欢呢 没人喜欢你呀 对对对 明白了 你长得太好看也没用啊 你这脸上板着 人家都在死脸上要看的 对对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此备开始 同修梦到师父 在梦里指出同修两个毛病 一个是功高我慢 一个是遇到事不够冷静淡定 同时让同修要夺读一本书 这本书 它这个谐音叫四情文 梦里同修很着急 听师父说 怕忘记 就要拿纸笔记下来 师父却笑嘻嘻地说 不用记 师兄醒来 马上把梦里的话记下来了 这个四情文 是指的是啥 一二三四的字 停是停字的停 文是文化的文 师父 四情文啊 停字的停啊 对啊 上面一个词 四情文呢 师父让他 文化的文 对啊对啊 四情文文化的文啊 对啊文化的文 这可能是四库全书本吧 五听文吧 哦 哦 五听文 讲的是五听文 可能就是 就是全书吧 过去讲的 过去讲的就是古时候的那些书呀 哦 那就是四库全书本啊 哦 哦 四库全书 哦 那 你让 那四库全书对他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师父 你叫他 就是让他增加修养呀 这个人修养 哦 哦 增加修养 好 谢谢师父的 除非开始 还有一个师兄 就是这个师兄 多年头晕啊 他梦到师父了 他说 中午梦见师父了 师父 我在梦里 师父就过来看我 说我 说我 你这个 你这个晕啊 晕了几十年了 师父说 你是冲着啥了 这个冲是两点数的那个冲 冲 两点数的一个 两点数一个钟 冲着啥了 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他这个头晕十几年了 冲着啥了 就是碰到灵性了呀 哦 我明白了 灵性你正在对的干 你冲着灵性干 他不搞你的头啊 是是是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直播开始 师父 孩子过生日 家人不是 不是 如果他不学佛 请这种 有欢 有杀生的东西 他这个是算在家长的头上 可以孩子过 还是算在孩子的头上呢 孩子过生日 孩子的头上 因为为孩子的呀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是我 你比方说 我举个简单例子 比方说 比方说 一个领导 对不对 或者一个老板 对呀 你自己没出点子 下面的人 帮你去 为了 为了让你这个老板开心 下面的人帮你去 处理这些事情 那么这个 人家 人家恨起来 总是恨你这个老板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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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师父 你 你讲的 你以前开始说 在过生日的时候 放生啊 念圣无量寿 是比较好的 念圣无量寿 108遍可以给你消灾 岩寿 是不是天上 你到每一个人 过生日的时候 天上或地下 会特别的关注你啊 师父有这种说法吗 师父 这个问题 全部记得 全部记得 有 你想想看 八十天中 就是你一本记账本 其实不是天上帮你记得 是你自己 心里有一个 意识 意识记忆库 这个地方意识 阿赖意识的记忆 是记忆库 把你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小时候的 做的事情 很痛苦的 或者很开心的事情 你是不是都忘记了 是啊 忘记了 好了 那么在你的八十天中了 只要提起来 你还想得起来吗 嗯 一讲就想起来了 好了 那就对了 那么就是 天官 地府的官 它就是 只要把你身上的 阿赖意识的 这个意识的宝库 拿过来看 你好坏 都是你自己做的 全记在你身上了 哦 那师傅 你说这个 第八意识 阿赖意识 就像你这个 电脑里的芯片 它全部储存了 是这样吗 对了 而且储存的东西 都是你自己储存的 又不是他 把你放进去的了 哎哟 哦 我问你 你犯一次邪淫 偷偷的犯一次邪淫 你是不是很开心啊 啊 然后偷偷摸摸 啊 开心了 然后进入你的八十天钟了 你这个八十天钟 人家只要把你八十天钟一看 你说你 你曾经做过的谐音 不就被天官看见了 哎哟 是是是 对 哎哟 明白了 明白了 哎哟 这个善恶全部都 都替了一下 你表演 我淘不掉的呀 淘不掉的呀 又不是说你脑电波散出去 天官再借助你的脑电波的思维 再帮你记录 他不是的呀 你自己有一个储存核的呀 你明白吗 明白 那师父只有念礼佛大忏悔完 改过忏悔才能把那个 阿赖一世那些不好的消掉 是这样吗 对对对对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自备开始 师父有佛有问 不是地藏王菩萨是那个农历的7月30日吗 今年没有农历的7月30日 是不是 你最后一天农历的7月29日 为地藏王菩萨圣诞呢 师父这个问题 师父你开始一下 嗯 这个问题 嗯 等等啊 嗯 问问菩萨了 哎呀太好了 发起痛慢 是啊 对的 哦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因为师父以前讲过 地藏王菩萨圣诞这一天会大赦 所以那一天 但是虽然这一天 是29号 但是你讲的时候 还是要说30号 明白了吗 哦 30号 哦 讲的是7月30 是这样吗 是30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哎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准备开始 师父 在来听解答中 有师兄梦到一张纸上 写着让他烧香三千柱 要烧三千柱香 您开始 三只香算一柱 请问师父 烧一柱香在天上 有什么样的说法吗 这位师兄 要烧三千柱香 代表着什么呢 师父您开始一下 这里边的内涵 师父 三千柱你算一算吧 你一天就 一天就烧两柱了呀 三千柱香 你算一两年吧 大概就烧完了 一年就烧完了 没完了 三千 三百六十五天嘛 不就三千柱了 那你叫他多烧香 是什么的含义呢 你叫他烧这三千柱香 不是不是 三百六十五 加上三百六十五 一年是三千七百 七百多柱香 对不对啊 一年 两三年吧 烧一柱香 灭心中一个尘埃 烧一柱香 恭敬菩萨 敬一分 就是说 你烧香 就是本身就是一种 对菩萨的尊敬 听得懂吗 对对对 你想想看 你这个人 人家说 人家说 过去对人的恭敬 就是烧香呀 烧香 就是对菩萨的恭敬 就是不停的心中 要有菩萨 要对菩萨 有不停的恭敬 这样这种 我过去讲 过去讲 这个典香 它的炉中 就是叫成敬 成敬 明白了吗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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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动 十方 三宝 加持 就是这样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慈悲开设 师傅下一个问题 有句民间俗语 初一娘娘 十五官 这句话一般老百姓 理解为 初一生姑娘好 十五生儿子好 反之不好 师傅的开始是 初一十五生的都不错 相对来说 初一好一些 那师傅这句话 有怎么认为 怎么正确的认为 初一娘娘十五官 师傅这个问题 师傅 官是怎么写的 就是初一娘娘十五官 就是初一生姑娘好 十五生儿子好 他们认为是反之 就是说 师傅开始 当官的官是吧 当官的官是吧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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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初一娘娘十五官 传统的讲嘛 就是 就是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呀 生成八字呀 对一个人的命格有关系的呀 主要预示的命格呀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农村里的俗语跟佛法界讲的它是有区别的呀 农村里的俗语它有区别 农村里就是你刚刚讲的呀 就是说 比方说 有福之人六八月 无福之人正纳月 男儿难得正当午时 女儿难得半夜之时 实际讲的就是一个时程呀 因为生孩子他还不管时间的了 他生了就生了 当时想生就生了 就是生出来的时间 对你的命格有福气呀 没福气呀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孩子 分量重的孩子 也会有关注 一个孩子生出来分量很轻的 这孩子呢 就是没有关注 或者财运不好 这为什么人家说你骨头轻啊 骨头轻就是说没有福气的人呀 明白了吗 哦 那师父 有句话说 算命的人啊 两种人不算 一种是大善之人和大恶之人不算 我怎么理解呢 人家怎么理解呢 这还不懂啊 大善之人已经 他已经不照他的命走了呀 对对对对 命给他塞得再准 他因为大善之人 屠杀之间 加持他了 他什么灾都可以避开 什么难都没有了 你说你算得准 对对 他算不准 你跟他说他有钱 你说他有福气 有关注 他坏得了不得了 地府已经天天在惩罚他了 他的命啊 福气啊 全用完了 你说怎么说 就算得准啊 对对对对 是是是 好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人家叫厨一的娘娘十五个关 实际上就是 就是说 就是说 有福之人是生六八月 无福之人正那月 所以刚刚那月生出来的 这个人的福气多 男儿呢 要正当五十的时候生出来 就比较好 女儿呢 要半夜至十生出来 就比较好 明白了 祖类的娘娘呢 十五个人生出来呢 都有关注的 听懂吗 听懂了 听懂了 谢谢师傅 那师傅 你看白话佛法开始 您说过 我们有的时候碰到海南渡的无名众生 我们要动之以情 失之有理 表法重要 请问师傅 你这个失之有理是怎么理解 失之不是的失 失之有理 你给人家东西 你还是要有礼貌的啦 你这个送给人家东西 不失给人家 像给人家要饭的一样 你这种人是好人不辣 对不对啊 你给人家 你哪怕送给别人 也要双手恭敬 也要感恩别人 能够给我今天这个不失的机会 你不要像打发叫花子一样的 哎呦 我哪 穷鬼 我给你点钱 这东西是坏人的 这个不叫失之有理啊 牧师要有礼貌 牧师讲礼节的啊 送人家东西 你不要以为人家没有这个东西啊 人家送你的东西 你给人家的供养 人家是接受你的事 是失之有礼貌啊 听得懂吗 你要有礼貌 人家也会有礼貌的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慈悲开车 师傅那从玄学上讲 晚上睡觉的时候 卧室的门是开着比较好 还是关着比较好呢 师傅这个问题 嗯 这个问题我要仔细的回答你一下 卧室的门呢 如果你睡觉的时候觉得胸闷气急 那就开着 如果你觉得空气不流通 你就关着 就开着 你如果觉得里面外面很冷 你就关起来 跟你开玩笑 哦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就是说 卧室的门 如果对着外面黑压压的 一条走道 那就不要开 如果这家门开着 让你感觉有害怕的感觉 就不要开 如果让你感觉到 感觉到 这个这个这个 开了门之后 好像心情很好 其实还是根据自己心情来的呀 一般的呢 卧室的门最好关起来 为什么呢 那鬼要是进来的话 他至少到你客厅 他不上你卧室啊 你多力道门 至少挡他一下也好啊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思维开车 师傅 古代有 古代有人观现象 看到天象的变化 就能推出出人间 发生什么事 这个是真的吗 它是什么原理呢 师傅 有人会问 当然这是天象呀 天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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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人间有什么事情 天象都看得见的呀 你想想看 天象这个东西 是我们讲起来 过去诸葛亮 看天象 对不对呀 对对对 天象 这个云一看怎么样怎么样了 一看 这个明天 你看农村的人看天象 明天的天气很好 对不对呀 那个后天的天气下雨 天象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天幕上有规律的运动现象 叫天象 日月星辰它都有规律的呀 它有规律的 几点钟呢 今天什么天 那么明天下雨了 今天什么天 一看天象 云多 那明天肯定晴天 云少 那么明天可能会下雨 明白了吗 那请问 明白了 那请问师傅 你每年不是年底 都预测一下 今年的 每年的状况吗 那您是 请问您是看的天象吗 师傅 您开始一下 看竹城啊 看什么天象 我看竹城 只是说 举个简单例子 你要了解一个知识 有的人从不同的渠道去了解它 一样的呀 就等比方说 你要到一个城市去 你可以坐火车 也可以坐飞机 也可以坐马车 也可以坐汽车呀 明白了 明白了 都是一曲同工的 好 谢谢师傅的准备 那师傅 天然有五衰 有大五衰 小五衰 那请问师傅 那天然觉得自己衰 就是衰的时候 要投胎的时候 就要掉下来的时候 能赶紧好好修行 保住在天上吗 师傅这个问题 可以延迟的 天然五衰 我告诉你 天然五衰 就是佛家经常讲了 你在天上 服务小径的话 对不对啊 你就有五种衰亡之相出来了 衣服呢 就是越来越脏了 头上呢 哎呀 头发都会慢慢地萎缩了 腌下来会流汗 身体呢 会有点臭了 然后呢 坐在那里坐不住了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不住了 这就是五衰 这些星象一来呢 你对不起 你在天上的 天上的福报要用光了 你就准备到人间来了 投胎了 明白了吗 嗯 嗯 那师傅 那他 他知道要来人间投胎之前 能抓紧 抓紧的修行 保住在天上吗 师傅 你 你知道了 要死快了 你再修进来的几个了 你要一生天的时候就修的呀 跟人间一样的呀 你天下不锻炼身体 你倒要死快了 到医院里了 你说我要身体好好的 我不想死 总归要死的呀 嗯 已经晚了 嗯 那师傅 那师傅呢 你像我们都知道 过了孟河 孟河桥 喝了孟河汤 人家那些地府的就要投胎了 那天上的人 投胎的话 他是直接掉下来 还是上一个地方 那样轮回 咱们有一个地方了 咱们有个地方 哦 什么时候我请一位天官把你带上去看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天上 像你 把你带上去看看 最后把你一脚再踢下来 你就醒过来 哈哈哈哈 太幽默了 师傅 师傅 您在白话佛法中 不是开示那个戒定会吗 可以治那个贪神痴吗 然后那个 在白话佛法视频里 有说到信念形 也可以对治三毒 这两者有区别和联系吗 师傅 您开始一样 是吧 没有 没有什么区别 比方说 多喝水 也能治感冒 多睡觉 也能治感冒 对不对啊 啊 好好的休息 不要去工作 多休息 那么你说这个体质有 有什么不一样了 不懂渠道的 来自灭自己 对治自己的贪神痴啊 贪神痴痴 你不是靠一种药 能够把它灭掉的呀 对 明白了 除了靠接听会 你还有其他的 明白吗 还有信念形 师傅也讲了 信念形也治疗 对啦 你没有愿力 你没有信念形 你怎么样对峙啊 对对对对 明白了 那师傅 我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有一个同修 他儿子不是中考吗 他儿子中考 他爸呢 就跟菩萨许愿 你说我儿子考上了高中 我就许愿吃全素 他跪在佛台面前 说了 人家他 他儿子真的是超常发挥 还考到很好 那他爸呢 现在又犹豫了 那如果他爸 如果再不去愿 吃全素 他当时许的 他儿子考上高中 就去愿 吃全素 那他 他如果违愿的话 会对他儿子和对他 都很不好吗 师傅 您开始一下这个问题 不是一点点不好 他在骗菩萨 他在骗菩萨 他如果 他如果不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告诉你 他爸爸会生癌症的 像这种 是命打明的骗菩萨 很厉害的 师傅您说他 会生癌症的 是你接到这个人的 去死了吗 还是直接 针对他呢 我就是说这个事情 因为有过这种人 有一个人就是这样的 他不是说他 而是说他自己 他说我要是 这件事情办成了 我就 怎么怎么怎么 结果后来 这件事情办成了 他犹豫 他不想做了 结果后来生癌症 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你 你就知道了 因为第一 他骗菩萨 第二 他骗自己 第三 他动天地因果 因为菩萨霸了你的 这个因果 是用了你 用了你自己的愿力 来帮助你 达成了你这个愿望 你以为是你自己搞的 这个是动因果的事情 菩萨不会背 对对 呼巴生也不会背 惩罚就是你自己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你知道吧 他妈妈说 他儿子整天晚上玩玩手机 但是他考试 确实考着超常发挥啊 平时学习比他好的 都没有考虑 他以为不是菩萨霸 他以为是他儿子超常发挥 他完蛋了 他真要做他完蛋了 那是否这个惩罚这么厉害 你说直接会得癌症 惩罚咋这么厉害呢 你去 就很简单 你骗 你比方说骗一个人 惩罚不厉害吧 对不对啊 不厉害 我问你骗菩萨呢 哎呀 菩萨是佛 是正法名如来 不能 好了 你敢骗菩萨 你说说话 我问你 你骗一个普通的人 和骗菩萨 互发生对你的惩罚 你说概念一样不了 不一样不一样 直接不一样的 当然不一样 你比方说你骗一个 骗一个 骗一个很 身体很不好的老人家 你这个事情被曝光了之后 你骗人家钱 大家都骂你 对不对啊 所有的社会都唾弃你 你如果骗一个 其他的人 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大的 这个东西 你明白我意思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师父 最后做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和师父 也请示了师父 是激公菩萨的 说的 就吃素的 激公菩萨说 世人 勿认我食欢 此乃来为众生而表伐 食肉喝酒 下地狱 万事万物 皆有因 世人肉眼看激公 不懂激公 为何意 有酒有肉 非朋友 无酒无肉 真贵人啊 既得行善 行善道 上天自会 护佑善 劝食素者 是贵人 莫要之见 不听劝 苦果来时 还自愿啊 不信因缘和果报 只得一声助叹息啊 是吧 激公菩萨说 完全正确 激公菩萨是 激公菩萨是在 在表伐呀 让你们看到吧 不能吃肉啊 没办法 对 让人世人肉眼看激公 不懂激公为何意啊 哎呀 激公菩萨这句话 哎呀 他说你们不懂得我的何意啊 好了 一个人看着懂 对吧 好 是 看见观神宝 由我安食 如旧共戴华天安钢 朝九住室 在人间救救风队的有缘动中 师父再见 感谢师父 好 再见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